大家好 我是三喵 吃猫上的 这小野把提醒 我说三喵你挖的坑太多了 你填一个吧 行 那今儿咱们填一个 这个讲什么呢 纳粹德国的战略轰炸机 亨克尔177 你要说起来啊 这个纳粹德国 他的败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英美对德国的战略轰炸 这白天啊 美国的B17 第八航空的 就去炸德国的轴承厂 内游厂 到了晚上 英国的兰开斯特轰炸机 是不断的空袭德国的城市 把德国变成了女巫的火炉 那在这种情况下 德国当然是 你说这个民生凋敝啊 包括这个 尤其是对炼油厂的轰炸 导致了德国石油工业整个断头 我再说一遍啊 这个大规模空袭平民 只是大规模空袭平民 是不可能对战局有什么重要的影响 而美国人的空袭是 炸了炼油厂 炸了轴承厂 炸了这个铁路边组 但是这些东西 让德国的军事工业崩溃 回头咱们再开一起 你看我这填一个坑 又挖一个坑 那有人就问了 说三秒不对啊 你说这个英美 他们的战略轰炸机很厉害 你要说德意志 他的这个科学技术 那是独步天下 他们怎么就没有自己的战略轰炸机呢 哎 这个还真有 他就是亨克尔177 他长这样 我手里有一个reveal的板件 一比七十二的 他长这个样子 那有人说 哎 他这个飞机 你要是给大家讲一讲 非常简单的尝试 你看他这两个螺旋桨 这应该是一个双 双发动机飞机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 两个螺旋桨 那我告诉您 不是 他也是和美国的B17 和这个英国的兰开斯特 一样的四发动机轰炸机 而就是这样的一个 四发动机 两个螺旋桨 这样的设计 导致了这个轰炸机啊 他自己命途多舛 以至于德国 你看很多对二战 稍微不那么了解的人 可能都没听说过他 那有人说 那德国轰炸伦敦 用的是什么呢 亨克尔111 荣克88 那些飞机是战术轰炸机 那个是典型的双发 而这种四发动机 真正可以执行 战略任务的轰炸机 那德国这个是命途多舛 那这个东西 德国空军内部 管它叫什么呢 叫Luftwaffen-Fertschuld 叫什么 空中打火机 甚至管它叫什么 单程轰炸机 火山 你想想是怎么回事 哎 这事是怎么造成的呢 那德国人脑子被驴踢了吗 你四个发动机 你四个这个螺旋桨不好吗 为什么非要四个发动机 两个螺旋桨呢 哎 这事就说来话长了 您容我一一道来啊 这个当时德国 当时德国要这个轰炸机 是干嘛的 有人说啊 我们要这种轰炸机 去进行这种远程的轰炸 当时德国空军内部 有一个人叫瓦尔克韦福 他就是这一派的坚定支持者 他说将来德国一旦要打世界大战 那不可避免要跟英国为敌 不可避免要跟苏俄为敌 我们要有一种轰炸机 能够飞到乌拉尔山脉 韦福这个人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他已经预判到了将来苏联 一旦跟德国打仗 那么苏联的工业基地 一定会迁到乌拉尔山脉这个地方 一定会迁到乌拉尔山脉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们如果想根本性的打击 苏联和英国的工业 必须要有能飞这么长距离的轰炸机 于是乌拉尔轰炸机计划就提上了日程 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当时这飞机啊 飞得很高 对吧 飞得很高的话 我这里来一个日本的九七舰工 这么意思一下 您明白就行 飞得很高的话 这么高空投弹 您是未必能够炸的准的 那么当时啊 在二战之前 西班牙内战的时候 德国派出了各种各样的轰炸机 在西班牙去做练兵场 发现什么最好用的 俯冲轰炸机最好用 俯冲轰炸机 就是这飞机飞着飞着 然后往下 俯冲 然后这样子在接近目标的时候 拉起头 这个命中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对于德国人来说 事后看来特别不幸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1936年 韦福死于一次飞机事故 而在西班牙内战当中 这种俯冲轰炸机特别好用 当时德国的俯冲轰炸机是什么呢 就这个 我好多模型都没拉得及做 堆积交往 就这个 就是斯图卡 你看他这个倒海欧机翼 他长这样 你看那个敦克尔克那电影里面 斯图卡他俯冲的时候 还在那个启头架上挂着哨子 那种非常非常尖锐的那种声音 让人闻之胆 所以当时德国人就说 那我们为什么要造这种 我们为什么要造这种 只能平飞 不能俯冲轰炸的飞机呢 如果他的投弹命中率那么低的话 我造俯冲轰炸机不就得了 于是这事就这么轻定下来 韦夫已经不在了 当时是乌德特 以及凯瑟林 还有米尔西 包括格林几个人 于是我们就轻定了 我们的德国轰炸机 就是要走俯冲轰炸的路线 将来所有的轰炸机 都得走俯冲轰炸的路线 你看包括这个戎克巴巴轰炸机 他们记忆下是有减速版的 这个记忆下的减速版 就是为了俯冲轰炸所有 那么当时啊 有人想过没有 说我们将来要跟英国和苏联开战 有 但是呢 德国空军 他直接一个意见是什么呢 就算是跟他们开战 我们要一个更大号的速度卡 不就得了吗 于是即使我们要开发那种大型的轰炸机啊 好 你也得具备俯冲轰炸的能力 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你要想飞 按照德国空军当时提出招标书啊 你要飞的时速是500公里每小时 500公里每小时什么概念呢 当时这个时速是能够甩开他们认为最快的战斗机 而且航程5000公里的话 你这个发动机 如果是这个啊 你这个发动机必须得是2000马力的发动机啊 才能带得动 而且如果是双发的话 如果是要俯冲的话 但是当时德国造不出2000马力的发动机啊 当时美国 你也也是基本造不出这样的发动机的 那怎么办呢 亨克尔公司的设计人员 天才的设计人员想到了一个办法 怎么办呢 好 我把两个戴姆勒奔驰公司的发动机给放在一起 让他们俩驱动一根轴 这样不就做成了一个所谓的 看上去像双发机的四发机了吗 这个样子 我的这个迎面的这个风阻面积会减少成这个双发机这个样子 而且呢 我还是理论上讲双发机已经是这个可以执行俯冲轰炸的极限了 因为你俯冲之后咱不能玩神风吗 你这个飞机得拉起来 对不对 你这个拉起来的时候 如果四发的话 你这结构是不行的 然后OK 然后你这双发的话你还是能勉强拉起来 好 于是就这么定了 在1939年 11月的时候 纳粹德国这个入侵波兰之后不久 这个亨克尔177V1原型机就十分了 作为对比啊 美国的B17是1935年首飞的 亨克尔177看起来晚了一些 但是英国的兰开斯特什么时候首飞的 1940到1941年期间 所以你这么看的话亨克尔177是非的年代是真不晚 但是首飞12分钟发现了什么呢 发动机润滑油过热 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你想当然的 你就是发动机 你这两台发动机挨在一块 你去驱动一根轴 然后你这个冷却你怎么办 包括你的电路 你万一擦枪走火着火了怎么办 对 我看有人在我这节目底下留言说 这个三喵 你还是坚持做你自己擅长的东西 不要去拓宽新的领域 不好意思 像我这种学渣啊 我可能什么都稍微能说一点点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擅长的领域啊 那么这样的这个发动机布局啊 你看后来 希特勒1943年的时候 就已经说了 说我们知道希特勒是什么学历 我们知道希特勒他好像学美术 连他都看得出来 这样的布局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那他都能对这个说话 我为什么不能对一些你们觉得我可能不太懂的领域去说话呢 对不对 再说我又没说我不懂 对不对 OK 我们接着往下讲啊 那么这个亨克尔177这个发动机这种设计 这是造就他命途多船的这个命根子 能改吗 不能改 空军说了 我们的轰炸机必须能俯冲轰炸 这是政治正确 不容置疑 如果我们没有俯冲轰炸机的话 那我们宁可就不要轰炸机 这是空军的原话 对不对 包括那个当时的米尔西元帅 他也说 他说我们两架俯冲轰炸机就能干的事啊 水瓶轰炸机 这种大的轰炸机可能是要几十架才能干 那我要这种飞机干什么 而且米尔西也说 我们造一架这种大飞机的这种铝材 各种材料 我能造两架这种中型轰炸机 能造三架斯图卡 那原手呢 他只关心我有多少架飞机 他不关心我有多少架什么飞机 原手这个时候终于外航了 所以亨克尔177这个计划 首先他自己就有一个阿卡留斯之种 就是这个发动机 第一次试飞12分钟就已经润滑又破裂 后来几架原型机试飞的时候 因为这个发动机过热的故障 摔飞机不在少数 始终没有办法进行量产化 雪上加霜的是什么 这个德国从1939年一直到1940年 5月战线进展的太顺了 本来想着打法国要旷施 结果没想到打法国进展的太顺了 这个时候 我要他干嘛 我还不如多造点斯图卡呢 对不对 我斯图卡 你知道他的这个命中精度特别高 欲有飞行炮兵之美誉 那在这种情况我的斯图卡造的越多 我对于地面部队的推进就更好 直到1940年8月份 英伦空战 德国空军是真的碰了硬钉子 斯图卡航程是不行的 而且你如果跨洋去打击英国 纳粹空军惊讶的发现 原来我手里头 比如说荣克八七 斯图卡 荣克八八 包括亨克尔111 一点都不让步 对吧 这个有点想象什么 就像当年那个我做过一个节目 讲纳粹德国战车的防磁装甲 必须得有这么一个出厂之后 72小时待在场里这个程序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这是政治正确 这是命令 那在这种情况下 空军纳粹德国空军面对的情况 也是这个样子 这个亨克尔公司 也不能去找航空部去理论 为什么你的飞机 一定要俯冲轰炸的 没有为什么 没有理由 这就是命令 这不是原始的命令 但是这是航空部 他的要求和命令 顾客就是上帝 对不对 于是亨克尔公司改呀改呀改 终于凑出来那么几架原型机 后来在1942年的时候 为了解救第六军团 在斯大林格勒的困境 是用了那么几架 到了1943年2月份 希特勒终于想到这架飞机了 去问 这个亨克尔177 我记得1939年就首飞了吧 等到现在还没影呢 于是亨克尔就一五一十的 把这事给希特勒说了 其实1942年的时候 纳粹的军备部长施佩尔啊 也亲自去观摩了 这个亨克尔177 飞机到底怎么样啊 于是一架亨克尔177 就在他的面前就摔了 当时的米尔西元帅就说 哎呀 这个就算我们的飞机再好 但是上来就摔有什么用呢 于是1943年2月份的时候 这个亨克尔博士啊 终于有机会 一五一十的告诉希特勒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问题的根源就出在这个发动机上 为了这个发动机 有各种各样的小毛病 那是按下葫芦起了瓢 驾驶舱修改了四次 炸弹舱修改了14次 整个飞机从1939年 一直到1943年 这种修改意见您猜有多少 56个那种 就是牛皮纸袋的那种公文包 56个 正常的飞机 如果遇到这么多次 就该早该放弃了 但是这是纳粹德国 唯一的战略轰炸机全村的希望 那为什么要有这种设计呢 对吧 亨克尔就直接跟元首说 元首 这个是航空部的命令 他非得要这个飞机 有俯冲轰炸的性能不可 这时候希特勒怒了 说 谁告诉你们 飞机必须俯冲轰炸的 想出这个方法 脑子是被驴踢了 从今以后命令 不是所有的飞机 都必须是俯冲轰炸的 这个限制取消 可是你限制取消这件事情 对于亨克尔177来的太晚了 当时基于这种 两个发动机驱动一个螺旋桨 这样的双包发动机 这个设计已经过于深入了 这个时候亨克尔两手准备 第一个 那好 我赶紧的 我先把这四个发动机拆开 就变成B17那样的布局 一个机翼上两个发动机 这样我就从亨克尔177 我过渡成一个新的机型 亨克尔277 第二 针对这种发动机的短板 我反正已经造成这么多原型机 我再继续完善 前线不能等 所以说一方面 我是完善亨克尔177 另外一方面 我去造亨克尔277 到了1943年底 亨克尔177 终于开始服役了 在法国波尔多这个地方 干嘛呢 去打击这个盟军在北非 打击盟军在大西洋上的这种船只 他携带的是HS-293 这种滑翔炸弹 但是这个效果非常惨淡 为什么呢 因为你轰炸机 你去空袭这种 对方的这种目标的话 你要有制空袭 这个时候德国的制空袭 已经永远失去了 到了1944年 这个亨克尔177 是曾经组队去轰炸英国的 这个我之前讲过 就是为了报复英国 所谓的一个羚羊行动 叫baby blitz 14架飞机起飞 然后有两架 起飞后不久就返航了 8架中途返航 还有4架飞到伦敦上空 结果坠了一下 有3架到目标上空 然后回来 你看14架飞机就3架能用了 就是这种妥善率 到了1944年 亨克尔公司终于 吭吃吭吃的搞出来了 亨克尔277 咦 怎么这么快 你从1939年到1943年 亨克尔177都搞不定 到了1944年 你才一年就搞出亨克尔27 那当然了 你这相当于把 束缚飞机的枷锁给松开了 4个发动机 驱动4个螺旋架 这个飞机首飞 有问题吗 毫无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该量产了吗 不好意思 不行了 到了1944年 盟军已经空袭德国 到了如此的地步 纳粹德国 优先生产的应该是战斗机 轰炸机 全部停产 所以纳粹德国的这款 唯一的战略轰炸机 最终死于空军的政治政权 死于纳粹德国高层的愚蠢和短视 所以还是那句话 你也不能说 不是什么什么太狡猾 不是我们太无能 奈何谁谁有高达 而是说 不是我们太无能 奈何上层脑子被滤踢了 对吧 那个防磁装甲如果还不致命 这件事情 对纳粹德国是致命的 你没有战略轰炸机去反制人家 到了最后 你自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B17和兰开斯斯兰西 这个我觉得吧 对于人类来说可能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这个亨号177的故事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下次再想到其他的咱们再聊 拜拜 拜拜